10週間前2021選擇 Bob Soroya 當時兼联會議員 收取了由北京的總統總統總統 指他後來2021選擇 鮑勃·薩洛亞在收到中領館的威脅簡訊後 在2021年的聯邦大選中 得票率下降到42%而落選 保守黨議員的公開指證 證實了中共直接干預家國聯邦大選 但目前仍未被自由黨政府確認 同時 其他國會議員 對調查中共干預的關注度持續增加 此前 中共駐多倫多領事館在媒體報導此事後 否認了有關干預選舉的指控 加拿大總理幕僚長在會議上沒有給出實質性回應 民眾要求徹查的呼聲仍然高漲 新唐人電視台記者舒燦 林希 羅傑 加拿大報導 Nick 也希望曾經設計畫 蘭 sensitive 既然稱印太平洶 天繁 изв而且因為有資料